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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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金量却非常大 而且多是以债券的投资形式 这就说明了一点 胡帆的头脑非常清醒 股权投资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我和老张最近研究了一下 有一个新的方案 今天拿出来请大家讨论一下 你把那个发给大家 请诸葛看一下啊 是这样 这个咱们冬城啊 以前不管是裸钻还是稀有金属 主要是靠市场采购 钻石主要是靠戴尔普斯 稍微贵重一点的钻石呢 那只能靠拍卖行 这事总觉得十分背负 诸葛看 如果说我们冬城拥有了一家 属于我们自己的钻块 那么我们的各项成本 将会大大地降低 是 买矿 对 林总这么快就忘了十几年前的教训了 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看来林总在这件事上是有心结 但个人的心结不能让公司承受风险 东城目前需要的是 用股权来吸引紧投资 难道林总是要用胡帆的投资去买矿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我更不同意 大家不要及时决定 今天又不投票表决 是 是 这只是我们做的一个方案 大家回去布房仔细地看一看 好吧 好吧 今天就到此为止 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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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然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股权投资 我说李卓然怎么这么好心 带我去参加风投酒会呢 原来是要稀释股份 重新在董事会里掌握主动权 尤其是任期将至 连任又不太乐观的情况下 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你说 他怎么下出来的这招 您别忘了啊 东城内部 还是有很多懂得资本的人 比如说王婉东 你放心啊 只要是我不同意 股权投资他就办不成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拿下盛世的投资 如果胡帆 认可了我的投资方案 那李卓然的计划都落空了 对不对 要想拿下胡帆 但关键是要让他看到 东城的实力和投资价值 我现在 就尽快地去联系矿产商 一定要快 嗯 董事长 刚才有人看见 张董事又建了林毅的办公室 知道了 先出去吧 嗯 他们在聊什么呢 张涵赢这个老狐狸 董事长 你想想看啊 上次我们提出股权投资 林毅马上就举手反对 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 他们会聊什么 张涵赢向来重力 看来林毅早就做她工作了 现在怎么办呢 万一要是张涵赢倒向林毅那边 那这个决议 在董事会就通不过呀 这个事确实有点棘手 董事长在吗 董事长在哪里面 好 进来 进来 董事长 我想再次请求您 关于给工作室安排 钻石提供商的事 最好还可以拿到看货权 理由呢 如果胡总 他不赞同我们这种 股权投资的方式 而是认同了林总的想法 那么我们的工作室 很有可能就会面对夭折 如果想让胡总 投资我们的工作室 那么我们的工作室 就必须拥有其独特性 还有可持续发展性 虽然说我们现在刚刚成立 如果说 可以拥有看货权 这无疑是 一众类似工作室 还有新品牌中 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相信这样 对胡总应该会更加有吸引力 虽然全球钻石的百分之九十货源 都在戴尔普斯 但是就算另外的百分之十 也足够为我们所用 你的用心我了解了 难得你能考虑那么远 放心吧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适当的时候我会帮你安排 谢谢董事长 这个顾心眼可靠嘛 现在这个时候 何必强求靠得住呢 互相利用而已 话 方方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鑽链文化的钻啊 不能用卡项 一定要用爪项的 你怎么就不听呢 叶晓晴 你看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设计图 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跟你没关系 你搞清楚啊 我是你的小组长 你所有的设计图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 再说了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图 已经犯了这么多错误了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有你这么当小组长的吗 干活的时候看不见你啊 成天就知道支持我们这些人 我一边画图 我还得一边给你收快递 我收外卖 真当我是你小丫鬟啊 你这组长当得也太省心了吧你 你自己的快递也没少拿呀 你的外卖你也没少吃吧 自己作品不行 还不让人说了 你玻璃心哪你 你别以为你当个小组长 你就比人家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方法 你成天不画图 你就知道站在我背后 指手画脚的 你这样我怎么画得好啊 画得好 我们组就你驳回的稿子 最多好吗 还画得好啊 真是 就你这样的 你还想学人家当副总监 你也不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本事 你什么意思啊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再说十遍我都敢 你这个小组长怎么当上的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阿里纳在的时候 跟个狗屁高样一样 黏着人家 阿里纳刚一走 立马就跑去 抱顾欣妍的大腿去了 那也是我自己 凭自己本事抱的 有种你试试 你先试上啊 行了 干什么呢 欣妍 叶晓卿 芳芳 来我办公室 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 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 H级的钻不能用卡箱 一定要用爪箱 她非是不听呢 我说了我会听她的建议 可是她呢 成天就知道站在我背后 指手画脚 你这样子谁画得下去 还总像教训幼儿园小朋友一样 教训我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这样不好吧 芳芳 你先别生气 晓晴啊 我知道你责任感非常地强 但是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 还有思路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好的 我知道了 看着别人当总监 当首席设计师眼红 也不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芳芳 你也少说两句 你先去忙吧 我知道了 顾总监 设计部是需要宽松 还有自由的环境的 我知道 可是 又不是我要跟她吵 是她要跟我吵啊 再说了 这么简单的原理 她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 气作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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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难免自我 更何况是设计师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 还有习惯 谁都改变不了谁的 你身为小组长 要学会引导 好好好 反正呢 我就都听你的呗 我可是听说 董事长要同意你开工作室了 你到时候开起来的话 把我带过去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看那些八卦群里面都在聊嘛 我都算最后一个知道的呢 好 你别跟着瞎喘啊 好 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这个工作室真的开设起来的话 你要第一个把我带过去 好不好 好好好 如果我的工作室真的建立起来 我一定带你去 谢谢顾大总监 行了 行 工作去吧 不要再跟芳芳吵啊 好嘞 来 都停一下啊 说个事啊 公司最近呢有一个想法 打算从我们部门内部 提拔一名副总监 你们 最近都上点进 把工作总结呢 都写仔细点 你们的业绩考核 是很重要的一项参数 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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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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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拔副总监 这啥呢 这简直就是破天荒啊 对 是啊 我觉得你有很有可能啊 马姐 真是 真是 真是有可能 还过 我觉得 都有可能 大家都得努力 对对对对 对对 塔仁 我们走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部门的灯还亮着 你这么早就回家 你不怕你们 王总监给你打定一项分啊 我不怕 送你回家 比加班重要多了 哦 我听说你们部门 现在要提拔副总监了 你不争取一下 我才不跟我们部门那些 大哥大姐争的 平时啊 一到下班点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今天 跟商量好似的 集体加班 人家呢叫积极专注于公司业务 我只想积极过场 我想要的生活 对了 工作室那边的事怎么样 稳步进行当中 我真的有点担心你 怎么了 我担心你受累啊 我担心你被人欺负 我担心你失陷不了自己的愿望 总之 我担心你不快乐 所以 你就时不时带着我打游戏 对吗 想让我用最短的时间 获得快乐消除烦恼 是吗 他有 从蒙特利尔到上海 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的好 你觉得 我们 就只是朋友吗 不只是朋友吗 不只是朋友 那是什么关系啊 还是亲人 是非选人关系那种吗 不同父不同母的 亲兄妹 亲人 亲眼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根本没有经历想这个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幼稚啊 不会啊 其实你挺招女孩喜欢的 你知道吗 你刚进公司的那一天 晓晴就一直在说你是小鲜肉 她知道你喜欢玩开心消消热 她还自己下载了一个天天在玩呢 我不是小鲜肉 我是魔力鸟 妈 魔力鸟 魔力鸟 幼稚 你等等我 你离我远点 我不认识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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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奇 早 晓晴 早 那个 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啊 空气好像也还不错啊 那你早上来的时候 我 晓晴 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目前还没有 天忆啊 没有没有 我是说 你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嘛 你这不科学对不对 我 上大学那会儿交往过一个法国女孩 不过后来我们都读研究生 大家都比较忙 所以就没再联系 校园恋情啊 其实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也不错哦 我手霜擦多了 那我给你晕一晕啊 不重 你出电了 好像是 电梯坏了吧 我不想要去死掉吧 虽然我想给你同车公子 但是这也太快了吧 老天爷 我有一个真正的感情在我面前 我还没有来这鸡饼 好像真的没事了 没有吧 不不不 我觉得外面现在很危险 你还是现在在这里 要陪陪我吗 不不 我还是觉得外面比较安全 电梯 谢谢你给我们两个 美好的开始 你这一大早上去傻乐什么呢 这样吧 我刚刚啊 被困在电梯里了 被困在电梯里边还能乐成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好想 一直 永远 被困在那个电梯里 不是你神经病吗你 你这表情 是不是跟最近春天有关系啊 你胡说什么呀 胡说八道啊 你越否定就说明越是 我明白了 你这电梯里谁 你可说 没有 谁啊 我们这么认识哪部门呢 反正不是你 你 董事长 对了 下班以后别安排别的事情了 我介绍一个人你认识 是谁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会安排司机来接你 好 走 总监 这么着急找我 怎么不去办公室啊 办公室不是人太多了吗 我觉得不太方便 有重要的事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我想 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我发现顾心妍啊 在暗中调查这个人 跟工作也没太大关系 挺不寻常的 我也拿不准 就先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陶瑞琪 最近真的很烦啊 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头了 不知道李董事长 要给我介绍怎么样一位美女 能让我兴奋行 不用猜 马上就到 听说你们东城设计总监 很有才华 还拿过大奖 该不会来的就是她吧 就是她 这么巧 如果要是再是一位美女的话 那就太完美了 比例怎么样 什么比例 废话 大家都是男人 身材呀 腰只细不细腿长不长 是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你喜欢的叶总会很多 叶总会 花钱买不来感觉的 董事长 来了 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啊 陶乐琪 我们东城的设计总监 顾兴颜 你好 你好 陶乐琪 陶乐琪 初次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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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欣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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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我的名片 小娜 上面有我的电话 谢谢 走了 走了 这边 这边 请 这 美貌与才华并存的设计师 我认识两个 一个在欧洲 跑罗马比加索 还有一位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 顾总监 我认识的 用什么像是什么像 陶总过誉了 我怎么敢跟 蒂菲尼的传奇设计师 相提并论啊 不可能 在我的眼里 你跟她相比 只有过而无不及 你好看 我还真是查了一下 采购部啊 我还真是查了一下 该清退的人 也都清退了 还这一清退不要紧 整个儿换了一新采购部 看见了吗 还是关注完了 要早点关注的话 能早点把这些淤泥 给清除了 现在也不晚 还有一事 目前啊 国内只有一家公司 和加拿大的 钻矿有联系 哪家公司啊 地美矿业 您还记得地美矿业吗 何咱不记得 老板姓马叫马静 你要觉着不合适 我 矿业就是矿业 在地美那儿是钻石 到咱这儿也不会变成玻璃 是 是 关键是 咱们得吸取教训 这次我亲自跑一趟 不要上什么中间人了 来 回都 我 我帮你安排 看霍权对马哥来说 那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你在中间帮忙搭个线而已 李董啊 你太高看我了 我呢就是一床画的 这个事儿啊 你可以自己跟马哥聊吗 你跟了马哥那么多年 这点小事对你来说没有难度 我们顾总监就靠你了 你别让他失望 陶总 这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才是 好说 美女敬酒 我怎么可能拒绝呢 我不能让美人失望 放心 这事儿啊 帮你搁我身上了 我去跟马哥谈 好 我先干为敬 顾总监好酒量 好好好 我也干掉 好酒 好酒 顾总监 顾总监留步 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不知不觉都聊得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走啊 我不放心 要不这么着 我开车送你 车上我们可以聊聊原始的事 不用麻烦了 陶总 我已经叫车了 不麻烦 送美女怎么能麻烦呢 把那单取消了 我送你 路上可以聊一聊 主要采购渠道的事情 你又不了解 我得跟你说说呀 是啊 但是我这公司 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我得回去 您看这样好不好 调总 看您时间 您要是有空 约我 回头再约 也可以 也可以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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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记得拿好名片 打电话 拜拜 再见 你好 你好 好 有位林毅先生要见董事长吗 好的 你好 请跟我来 马总 林总 李总也在这儿了 你好 林总 这才没几天呢 怎么又见着你了 是啊 李总真是精力充沛啊 林总说我精力旺盛 我觉得 他才是无处不在呢 想不到二位国内珠宝界的大佬 同一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 恐怕这不是偶然吧 想必二位是冲什么来的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么我也就不说那些弯弯绕的话 实不相瞒 我目前在国外能够搞到的 优质矿产 不外乎两到三个 但是你们看中的那一处 又是优中最优 当然 一女不嫁二夫嘛 当然这个价格 高的人才能得 我的意思是 这个价嘛 不仅仅局限于货币 我欢迎其他方式的合作共赢吧 我的意思二位应该明白了吧 马总爽快 就喜欢跟马哥这样的人 打交道 既然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下面重点咱们就是 品茶 我这个茶可不一般呢 武夷山大红袍母树上摘的 请二位尝尝线 这可真是跟马哥托福了 这辈子啊 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叶 你说这个线条 要是再细一点会不会更好呢 没关系 那我把它再改一下 对 没错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喂 陶先生 如果今天晚上就能见到顾小姐 那就更好了 这哪个大叔这么油腻 好啊 我也想见见您呢 我不知道顾总监喜欢吃什么东西 所以呢 冒昧选择了这家日料 他们家的环境啊 包括菜品啊 是我比较满意的地方 我去日本很多回 我觉得这家菜品 跟日本名古屋那家 差不多 味道还可以 一会儿好好尝一尝 来吧 你帮我点吧 一份刺身大品牌 一份烧白杂 一份蟹肉白玉汤 再来一份海胆 要黑胆 加一壶清酒 好 可以了 顾总监能在百忙当中陪陶某人吃顿饭 真是陶某人的荣幸啊 这也是我的荣幸 陶先生 不要叫陶先生了 第一次见面 是由于大家生疏 显得客套 咱们都是第二次见面 一回生二回熟 站不站 叫齐哥 不会拉开距离看 齐哥 这听着就舒服多了 齐哥 那关于上次我们提到的 看货全的事 有什么事我们这里可以准备的吗 有啊 当然有了 我需要你们的诚意啊 打扰了 请门 你们带这菜上得很快吧 谢谢 盛世的投资就像一把猎枪 一旦落在李卓然手里 全口自然就会对准你 没想到的是 这个露西里 在拿到了两轮投资之后 又来争取盛世的投资 还对地美矿业 又虎视眈眈的 而且 外露还杀出一个顾心眼来 他现在正在帮李卓然 出谋划策呢 想要通过建立新的工作室 来获得看货权 由此来吸引护凡的投资 看货权 他要这个干什么 你看看 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材料 他好像在踩着一个人 谁啊 陶乐齐 你把这些资料都发给我了 你把这些资料都发给我了 我倒是很好奇 他为什么要查这个人 可爱 就看货权这事啊 你哥一句话就像搞得定 那就多谢齐哥费心了 可爱 齐哥 我可是听说 您的人脉非常的广 我还听说 东城十几年前 就找您合作过 是吧 不是哥跟你吹 国内的珠宝公司 有哪几家 没跟你哥合作过 你满处打听打听去 您要是能问得出一家 我把这公司买下来 我送给你 齐哥好气魄呀 我还听说 东城之前找您买过矿 是吗 这事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呀 齐哥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不能说 您跟我说说呗 咱们喝一杯吧 来 齐哥 来 齐哥 我敬您 来 干了 齐哥 嗯 这酒也喝了 但是这话 您可得跟我说清楚啊 我提的问题 您还没有回答我呢 什么问题 东城以前 是不是找您买过矿啊 我想想 是谁找我买矿来的 是不是东城以前的董事长 唐婉荣 当时他这个案子 可是惊动了全国 我也看了不少的报道 唐婉荣的案子 您还记得吧 姓妍妹子 人都说 人到中年这记忆力会变差 在我看来呀 那这屁话 许多年亲了是 就跟昨天刚刚发声似的 你提醒我 我这脑子呀 就跟开了天窗似的 闪哪 闪哪 什么都想起来了 唐婉荣的案子是吗 是 这个案子怎么样 她的这个事吧 唯独这段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哎呦 对不起啊齐哥 不好意思 原辈子这劲儿还不小 咱要不然买单吧 好啊 结账吧 好 好好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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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哥 您东西掉了 刚从兜里掉出来的 谢谢我妹子 不妨告诉你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它就是我的命根子 它要是丢了 我就满了 走 走走走 我还听说 东晨之前找您买过矿 是吗 我想想 许多年前的事 就跟昨天刚刚发生似的 我这脑子呀 就跟开了天窗似的 闪哪 闪哪 什么都想起来了 唐婉容的案子是吗 是 这个案子怎么样 她的这个事吧 唯独这段 我想不起来了 为什么越接近我想了解的真相 情况就越复杂 越难以推进呢 难道 李卓然就是那个挖空东城的人 你看 她的梦 是 是 你不想让她 你在这边 是 她的梦 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 董事长 您没看出来吗 这说明顾心严对陶乐琪做足了功课 不论是成立工作室还是拿到看货权 这一切都是训谋好的 这些照片正说明顾心严对看货权是上了心思的 了解一下供货商也是很正常的 可董事长您没发现吗 顾心严看似简单 可是她的心机远比想象的要深得多 她就算是心机再深 也还是条小鱼 在苍茫的大海上 有些小鱼是游得很快 甚至很有冲击力 可你见过哪条小鱼 掀起了大浪 可是您再这么放养它 她的舞台会越来越大 海里的风浪会不断地激励她 以她的聪明 很快就会成为一条大鱼 到时候啊 连您这么爱钓鱼的人 也只能抛出鱼线而收不了肝 白白浪费那么多的鱼儿 晓晓 你们女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还是她最近走得比较顺 你忌妒了